好 另一方面 台北市議員賴素如 因為捲入太極雙星弊案 被收押長達四個月 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首度開庭 賴素如還是堅持不認罪 她並且當庭痛哭地說 願意接受任何條件 只求法官讓她交報 捲入太極雙星弊案的台北市議員賴素如 涉嫌所惠遭到起訴 今天首度開庭 賴素如仍然堅稱自己是做選民服務 已經被收押超過四個月的她 再度淚灑法庭 哭訴說在看守所 讓她心裡的折磨大於身體 並且埋怨夏天只有中午能夠洗澡 讓她背部長滿了汗疹 她也批評 檢方對被告有力的證據都不踩信 她並非罪大惡極 請法官給予她公平對待 讓她交保 律師團也再度提出 聚保停壓的申請 看守所的生活 其實不會比所謂的 禁閉室裡面的環境好多少 這麼熱的一個天氣 我想大家在路上走 都會覺得受不了 更況是在積壓的那個環境裡面 土耀列為被告的陳鴻道 則堅決否認有行賄 而太極雙心的顧問賈二慶 則是當庭認罪 但強調他只是幫白手套 彭建民傳話 據彭建民則表示 該認罪的他就回人 看到鏡頭彭建民快閃離開 賴思魯的律師團質疑 彭建民的公辭前後矛盾 懷疑他假借賴思魯的名義 向陳鴻道所惠 已經轉為污點證人的彭建民 成為了整起案件的關鍵人物 何怡婷也將完成彭建民的結問 再考量是否要繼續積壓 賴思魯 G3 劉漢林 泰報道